今日郑爽和胡彦斌的恋情曝光了 短短12个小时两人的恋情前前后后就被网友猜测出来 难道郑爽和张翰交往时就已经和胡彦斌在一起了吗 随着冰爽恋情浮出水面 两人和时开始交往成了粉丝关注的热点 有网友扒出 其实早在2013年 郑爽的微博小号就已经关注了胡彦斌 并且只关注了他一人 那说明在爽妹子信中 胡彦斌早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了 他们如何相恋 还得从电视剧《古剑奇谈》说起 因为爽妹子参演而胡彦斌现场插曲 所以两人有了交集 而一位网友在2014年2月14号发布的微博 更成为了两人交往的关键点 今天在环球眼神偶遇这位和他女友 这姑娘褪戏的呀 照片中胡彦斌衣着休闲 神奇放松 身边的女孩虽然戴着墨镜 但是从这侧脸和身材来看 与郑爽相似度颇高 情人籍相约出游 这关系不言而喻了 再到2014年4月 张翰参加某真人秀节目 因为活动精粹有限 所以为了给郑爽买礼物 张翰只好饿着肚子省钱的细节 感动了不少观众 也就是说到4月份时 两人还是情侣关系 或者说至少在张翰眼里依然是 因为在一个多月前的情人节 爽妹子已经和胡彦斌共同出游了 他只是那时候说 他结婚的话要去 是罗马 他说他要到那里去结婚 直到2014年6月 郑爽才主动爆料已和张翰分手 或者说是爽妹子正式通知堂主 咱俩已经是过去式了 我在好几年前就有个这种 新生就我的想法 但现在已经错了 然而戏剧性的是 张翰和郑爽分手的原因 一直以来都被怀疑是男方劈腿 与他有过合作的李飞儿 以及他现在的女友古丽娜扎 都曾躺枪 在看2014年10月 郑爽在得知张翰和古丽娜扎 被拍到在一起的消息时 那份洒脱和大度 感情您才是一情别恋的那一位啊 整个冰爽恋情时间轴 让一直隐忍的张翰 终于摘下了渣男的头衔 却意外地 让沉浸在恋爱中的郑爽胡彦斌 成了表里不一的人 有网友爆料 在2014年11月 郑爽拍摄地视剧《相爱穿梭千年》 长期驻扎在杭州 期间胡彦斌前去探班 时间到了2015年 郑爽和胡彦斌又被目击 现身新加坡旅行 郑爽在3月2号透露 自己正在休假 而胡彦斌本人还在3月3号 晒出了风景照 春节期间 放了一个大大的假 然后觉得去年一年太忙了 然后就陪着家里人 去了新加坡 去了日本 然后这样玩了一圈 如果单凭这些还难以确定 那么郑爽所在经济公司之后 发布的声明 就给出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据 微博所发内容 侵犯了艺人相关隐私 从2014年2月 第一次被拍《童谣》开始 郑爽两人暗度陈仓 也有整整一年半的时间 期间多次面对镜头 他们始终不愿承认 现在网络上 那个关于你跟胡彦斌的传 我也挺多的 你们回应一下吧 不好意思 谢谢你们好说 那好友郑爽什么 有来送祝福吗 有发短信吗 没有没有没有 对对对 那你觉得很失望啊 都有好朋友 您这问题问得太有心机了 就回答不了啊 你知道吗 就成了很久的 郑爽胡彦斌相恋消息 如今也已经证实 之前谁对谁错 也不必计较 今后不要辜负身边人 才是正经事啊 好我知道 好流通 好流通 感谢观看